對於您已經非常專精 而且已經有界定立場的 像類似像這樣不當黨產的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裡面 當我們有提出事先的這樣的機會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迴避 我只要你一句話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迴避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的證據立場已經被大家所確定了 針對這樣的議題 科維的高見 我要好好地來思考 承諾 不可能 你願不願意唱國歌 人不能違背良心 你願不願意國歌的第一句話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裡面的問題很多 到底中華民國存在還是不存在 因您目前的想法 在台灣這個國家 目前叫中華民國 你說存在它是存在 但是呢 如果在聯合國憲章裡面 講的那個中華民國 事實上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符合富有政治經驗的資歷 顯示你過去的 這個從政的資歷 今天啊 你是因為你擔任過這幾個職務 而被提名的 本身被提名的要件 是在這個部分 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對你有所侮辱呢 我被提名是依照另外一款 學術有權威著作那一款 好 憲法 你說了哪些話 你說中華民國的憲法 是未來的憲法 是拼裝的憲法 是無根的憲法 是中國的憲法 對這個內容呢 你完全都不認同 連名稱你都不認同 連名稱你都不認同 你是包括中國跟蒙古的一個大中國的憲法 還是 台澎金馬為範圍的一個國民主權國家的憲法 我想憲法上 憲法跟其他法律有很大的不同 憲法呢 經常會用一些政治的用語 它在法律上是沒有意義的 像徵修條文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需要 這個是一個政治上的說詞 沒有法律的意義 因為我一個要強調 一個法律要能夠有它的效率 有它存在的價值 那個是必須要有事實的根據 就像說我們如果來講 這個不可能發生啊 在憲法裡面訂了一個條文 我們這個月球是我們的領土 這個條文是不是 就是一個有效力的 不可能嗎 是 就像中華民國憲法這個書下 第四條裡面規定 中華民國領土一起固有之疆域 什麼叫固有之疆域 誰可以講 皇帝的時候 皇帝持有大戰者固有疆域嗎 還是原帝國的時候固有疆域 這沒有任何意義的